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 看着他说 男哪 这样吧 我告诉你一件事 客栈的小二生了一个男孩 何家高兴透顶了 满夜的时候抱出来给客官看看 大概是想得一点好兆头吧 一个木木客就说了 哎呀 这孩子将来是要为地灵发大财的呀 一定会为地队挣上五元钱 于是他收回了几句功维话 一个玉兰花客就说了 嗯 这孩子将来是在天心做官的呀 升官后会将地灵的财挖过来 那就是加倍四块五了 于是他得到了一番感谢 另一个典地客就说了 嗯 嗯 这孩子将来是要是要死的 嗯 身为地队的人 死为地队的魂 于是他遭到大王河里的痛打 还得到了一盆玉兰花 啊 说要死的必然 说富贵的许晃 那么 你得 老师 我不知道是五大还是四块半大 我既不愿意谎人 也不愿意遭打 嗯 那么我得怎么说呢 哈哈哈哈 那么 你得这么说 您瞧 这孩子长得多么 啊 真是的 哎呦 呦 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玉兰花 我不能害天队 因为我是天队的卧底